好的,杰志明,我可能那个就是因为刚才我是那么说啊,我可能咱们就是可能有一个小问题在开头的时候也是简单交流一下,就是在我们观察的这个情况上来讲,就是说可能工具啊,包括这个应用类的话,其实在比如说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其实是有一个小幅上扬的这样一种感觉啊,我不知道比如说在你那边的观察,就比如说从这个开发者的人数啊,包括他们的一些产品的表现啊,就其实是 就是有一些上涨的,就我们感觉是这样,我不知道你那边的感受怎么样,对 工具类在变现这块,就我们的数据来看还是收入的大宗啊,那因为工具的品类其实也分蛮多细项的 大多,overall来讲其实是很多人继续有在做,然后产生新的产品,但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在做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一些 比较挑战的事情,可能在我们家包含一些政策上面的规范啊,或流量管理上面的一些技巧上,可能会受到一些细微的影响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的topic在第三个part,其实也会针对工具类型去看一下它在一些质品类的一个分布,然后以及我们目前看到哪一些工具类的质品类可能是比较有机会,然后比较 相对这种政策风险相对比较低的一些产品,然后挑战那个市场上竞争也没有这么多的,那就可以鼓励这些大家开发者们可以有,因为本身就有工具的开发背景嘛,所以它就可以去尝试去做一些领域上面的跳转 因为我们其实也不是说这么建议,因为其实房间已经有非常多的清理器啊,下载器啊等等,或者是我们做的那种网路相关的产品 那其实这些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多了,挑战性也比较大,然后相对来讲他们的政策风险也会有一点点高 所以我们最后也会提到,有其他的几种类别大家可以尝试,比如像screen casting啊,或者是一些量测类型的工具 那这些都是我们看到比较相对有机会的一些机会点 好的好的,那后面的时间就交给Jeremy,对,非常感谢 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我的网路没有到很好,所以我就不开摄像头了 没问题的,这个网路方面我们都是尊重的一个选择,对 我可以开,但是我怕讲一讲 对对对,可能是有点卡会,好的好的 好,那也谢谢,谢谢邀请,谢谢enjoy出来的邀请 然后谢谢这个金总的开场 我是Jeremy,然后我在based在台湾台北的这个谷歌大中华区 负责这个大中华区的非游戏的商户开发 那今天跟大家带来一下就是我们在年初的时候 其实也有做一些应用类,非游戏类赛道的一些分析,一些数据 然后以及就是我们现在主要在变现上面可能需要注意的事情 跟我们主推的重点产品,那大概用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来跟大家讲一下 那我们第一个的话,其实我想先给大家带来看一下,就是说 我们特别拉出来大中华区的所有的,做过在大中华区的非游戏的应用开发者 以这样子的维度来看整体变现跟整体产业上面的一个趋势 那我要先强调在这个维度里面,其实是说开发者是 我们看到的是大中华区的游戏,非游戏的开发者 可是他做的市场,基本上是全球市场都有做的 并不是只限于大中华区的地区 那这下面是我的微信账号 所以如果说,因为我们团队主要是负责新的合作伙伴的变现需求 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的话,你可以微信扫码,可以跟我微信私下做联系 这个也不用急着现在扫,因为每一页的标题上面其实之后都会有 所以大家可以先听一听,然后等一下我会再强调,我每一页都会再强调一下 好,其实现在应该说疫情还是蛮严重的 比如说我们在这两年多快站两年半来这样子的疫情的状态 所以我们特别拉出对于疫情前后在整个非游戏的应用的一些变现的一些趋势上面去做一个比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比对的日期是从2018年到2020年到去年之间的这个年增长的一个比较图 也就是我们暂时扣除了在全球疫情最严重严峻的一个时期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从横轴我们去看每一个非游戏的这个广告收入的一个规模 那纵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是收入增长的一个部分 那整个这个bubble size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广告收入的总额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像刚刚讲的,其实工具跟照片photo and video 这两块呢,其实它还是在于整个不管是绝对的收入规模来讲或者是增长幅度来讲 都还是在一个右上方最显著的一个区间里面 那我们其实也看到通讯类其实也相对,也是以绝对数字来讲通讯类占第三名 但是因为通讯类本身在变线上的难度会比较高一些些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收入增长其实并没有这么的明显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轮廓出还是蛮符合大家原本预期的期待 还有跟大家的认知工具跟photo video 照片视频类的这种会是 不管是在增长来讲或者是整体绝对收入来讲都是正成长最大的 目前最强的这个增长引擎 那我们如果再些微看一下就是目前它的收入 广告收入其实并没有到很大 可是却带来一个很明确的很大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增长的话 我们大概看到的是社交类、医疗类还有生产工具类的这三类 那其实很可以理解 就是说在疫情的前后的一个情况下 大家的生活方式会有一些改变 那会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 关注一些医疗相关的一些讯息 所以medical这一块你可以看到 它是有一个很超过400%的一个人增长率在疫情前而后 那社交当然也是因为人跟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很难去做面对面的交流 那会有更多的社交软件 在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有一些爆红或者是气量 甚至越来越多的团队开始往这个方向去走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毕竟说在目前社交跟社交类型的产品在变现上也是有蛮多限制的 可是它仍然我们可以看到在既有限制的条件之下都可以做到将近700%的年增长率 其实后面我也会讲到就是说如果你是做社交类型的产品的话 那么我们有一些新的方案可以跟你做一些一对一的咨询 去把这个盘子给做大 把这个限制的这个规模变得在缩限在小一点点 让你这边的发挥空间可以更好 所以其实也可以看到像这样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这是从变现的角度来看 那我们来探讨一下就是说 这个整体上面这收入的增长到底是透过ECPM还是透过Inventory 就是我们说的广告板位数来驱动的 那我们主要观察是这样 我们可以看红色框框的这几个品类包含 Go communication啊照片的影片啊跟健身相关的这种产品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些产品在横轴上面可以看到很明确 它的广告板位量其实增长得非常非常的快 那即便说它整体的ECPM的增长幅度可能 尤其还比较偏向是负成长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就是说像这三种类型的收入主要是透过 越来越多的这张的开发者去想要去开更多的新的版位出来 然后让它的这个Inventory的量级变大 然后来弥补它的ECPM的一些损失 那我们再看这个绿色的包含工具类 大家比较关心工具类跟这个Entertainment的类型 今天要像这样的类型里面 在广告板位上其实也蛮明确的就是说这两个蛮极端的 工具类其实大家都是以广告变现比较偏向广告变现为主赚钱的 那版位的部分其实一定是能够做我们就尽量做 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广告版位的开设上面 其实比较偏向是一个临界点 那就是说它大部分如果我要往广告变现赚钱的 都是尽可能的去优化跟开通 我有可能可以入出广告曝光的版位 那增长的幅度相对比较少 那Entertainment这一块其实更偏向是IAP或者是订阅类型 会多一些些 所以他们也比较有一些比较明确的limitation 在这个广告版位的实施上面 可是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的ECPN的增长是超过百分之百的一个增长 那也回复刚刚我们这个主持人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那工具人我们是不是有看到一些增长 其实yes or no 就是说在inventory上面 我们看到其实没有太明显的增长 可是在广告版位价值上面 它其实是有一个增长的 所以overall 我们可以看到它透过ECPN 来驱动整体的收入继续往上去成长 那另外我们看到在social medical 我们刚刚讲的三个品位 我们认为它 我们看到它有一些蛮好的一个潜力的 还有包含news magazine跟lifestyle 那这些都是属于一个在 不管是在版位数量 就是广告曝光数量 以及它的ECPN单价上面 都是处于一个很健康的增长状态 而business业务跟教育类型的这种两个指标上面 其实可以看到是比较偏向 就是说版位数稍微有一点点增长 可是其实ECPN并没有很明确的增长 而且反而看到的一些是负成长 可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因为在business跟education 这两个品类上面 做广告变现的本身的数量 其实可能没有像工具类或者是photo video类这么大 那它可能会比较局限在现在在做的几种 就是比较因为目前有在操作 广告变现的几个开发者 他做的比较大 他的一些增长波动 带动了整体的这个产业别的一个 这个趋势的调整 因为这整体都是从 有在实施emob广告变现的开发者的这些成效 我们来比较出来的一些数字 那假如我们不要看 就是单纯我们不要 把广告变现的开发者分类出来 我们就看整体大盘 在这个工具类的影响立场化 那我们这一页其实想要提到的是 一个全球流量的趋势 也就是说在大中华区的开发者里面 那我们一样是扣除掉COVID影响的前跟后耗 就是18-19年跟2021年之间的这个比较数值 那我们去看一下他日激活用户DNU的增长 以及下载的增长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 因为就是里面就是所有的开发者 其实不是说只有 我们刚刚前面两张都是针对 从广告变现的角度来看 那我们这一张就是整个大盘 在整个市场上所有的开发者里面 在下载的增长跟日激活用户的增长 我们去做一个这个流量的比对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红色这一条虚线 其实它就是1比1的一个虚线 也就是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 就是在这条线的这个维度上面 就是10%的下载增长 对应10%的DAU的增长 那那这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因为大部多 现在自然流量相对来讲也比较困难 所以很多的流量我们其实都是要透过买量 获取而来的 那买量获取而来的第一个直觉 我们就可以得到就是跟下载数 下载的增长 其实是有正相关的 可是下载的正负增长呢 其实对于日激活用户的正负增长 有一点相关但没有就是直接正贴的关系 所以如果说我本身具有带动了一个很好的下载的增长数 可是我有可能我就是激活用户并没有看到明显的预期 因为产品可能不够吸引人 或者是说这个领域的产品下很多广告 可是目前大家比较不是这么的有对于这样的一个类别有所需求 所以在这里我们分成绿色跟蓝色还有紫色的三个不同的维度 那绿色的这个维度我们可以理解成说 yes 他有一些广告的下载的增长 可是他的日激活用户的增长是远大于下载数量的增长所带动的趋势 那怎么理解呢 我们可以理解成说 举个例吧 像是小说类Book and Reference 跟漫画的这个评论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他在下载上面其实不但没有正成长 反而稍微下载上面有一点点负增长的 也就是说跟之前比起来 下载数的一个比例其实并没有比疫情前来的高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体是日激活用户有150%的增长 相对于这个时间比 那我们大概就可以去理解说 在这个品类的大数据上面的开发者上 其实并没有可能还缩减了一点点投放的预算 在这个在2019到2021年之间 可是呢我却可以带动一些自然流量 或者是之前曾经有使用过下载过我产品的用户 他回流了然后继续开始变成了更可以 engage到 触及到更多的每日用户 每日用户他并不是全部透过你下载买量来的 很多是来自老用户的回流 或者是自然流量的回来 那我们就可以理解说像这样子的品类 其实是属于一个明星级的品类 也就是说在目前整个市场上面的趋势 可以看到用户是更加的需要 或者是喜欢去使用这种类别的产品 那这里面也能包含就是我们刚提到的medical也是啊 就是医疗相关的健身的啊 food and drinks 这当然就是说大家叫外卖叫外送 这也是常常见到的一个状态 那蓝色的部分就是下载 DAU的增长比这大于下载数的增长 就是他仍然日期活用户的增长的速度 还是比下载增长来的快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工具类型是做过在这个区间 工具类型依然是有持续的再去做买量 然后也有看到说大概是50%的成长 去提高买量的成本的买量的用户 那也看到因为工具类型 有看到超过百分之百的这个日期活用户的一个增长 那反而我们可以比较注意的是像是教育类型啊 天气类型啊 那健身类型跟productivity类型在整个大攀子里面来看 以用户的需求来讲是比较处于1比1的正相关 也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成它的用户来源 其实还是主要是靠个买量 买量跟下载所到进来的一个数字 好那我们刚刚大概提到大中华区的非油类的开发者 那我们现在我们可以看很快的看一下下 就是说我们扣除掉大中华区的开发者 全亚洲地区的开发者 然后日韩啊东南亚等等 他们目前看到他们这样子的 从他们的角度的数据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一样是在看我们看这个从广告变现的角度来看 我们大概分成工具类型 依然是同志级别 这个级别就是不管在绝对的广告收入的size上面 以及它的增长幅度上面 它都是属于一个 两边都是属于最top的一个阶段 那我们比较高潜力的 我们可以看到说它 它目前广告的收入可能没有到这么的大 可是它却有很高的这个增长幅度的 包含shopping类跟那个电视 就是我们所谓的电商类跟生产工具类 那我们具有比较具有影响力的就是说 其实它的增长幅度也有啦 但是大概属于一个average的一个阶层 那可是它依然在目前是带来一个很明确的 一个广告收入的影响 所以我们脚大是具有impact 影响力 那收入大 那成长幅度一般 成长幅度处于平均值 那像这种类别 我们可以看到像阅读类啊 然后photo video 沟通类 communication 跟news magazine 这些都处于这一块 那比较中间的就属于稳定型的 比如说它的广告收入呢 相对是处于在中间值 然后增长幅度也在中间值 相对是都是在稳定的增长 稳定的前进当中 我们也没有说它是负成 它也没有负成长 就是整体的广告收入没有这么大 属于平均值 那也没有很快的一个增长幅度 可能包含entertainment啊 finance也是 那跟一些个人化工具 我们讲桌布啊 铃声啊等等 然后还有这个lifestyle 这几块 我们都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一个方向 所以大概勾勒出来的一些 在变现角度上 表现比较好的 以及增长幅度比较大的 一些趋势上面 给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你的产品大概是做过在哪一个区间 那我们一样就从整体市场趋势来看 就是不单单只看变现 我们去看下载 download的growth 跟DAU的growth 这两个维度来参考的话 那一样可以分成明星级高绩效 跟表现一般 或者甚至有一些低效 比如说我们GrayChina的开发者 做的比较好的是 就是在刚刚的同一张图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绝大多数都是在虚线以上的 也就是说至少我在投放 我不会学本无归我不会亏本吗 最担心的就是我花了很多的 我这个品类花了很多 growth 了很多下载数 可是其实我的DAU 反而没有反映到我投放 或者是我增长下载数所带来的这个成效 那在这里面 其实可以明显看到 social 跟communication 这一块 在亚洲地区 不包含大中华区的开发者里面 这是一个用户的一个趋势 就是他们非常非常的强烈的 会有更多的用户 往social 跟communication 这样的领域去走 即便它的买量跟下载的幅度没有很大 那如果从这个其他的包含工具类型的 其实也是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明星类别的级别 那一样finance entertainment shopping 也都属于高绩效 也说它有一定的增长去带动 也有看到一定的DAU的成长 可能没有成长像明星籍的这么的快速 或这么的庞大 那我们特别提出像是运动类别 或者是像生产工具类别 travel 这一块 因为也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这些在整个亚洲地区的开发者们 也可以看到说即便它 所以如果你是做这几个开发者的 做这几个领域的开发者 你也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说在其他市场的同业们 他们做这一块的产品里面 它可能targeting面像全球市场 或者是东南亚市场 亚洲市场的话 在买量上稍微可以注意一下 因为它的买量所带来的成效 可能并不是这么的高 反之我们说明星级文高效型 就比较有一个把握 跟有一个信心 就是说我的买量 可以带来一定的用户的增长 而且可能还会有一些 老用户回流 跟自然流量的回来 好 那我们刚讲到几点 所以我们下面就针对三个品类 稍微跟大家勾诉一下 第一个品类比较简单 就是社交应用的品类 包含社交应用 或者你认识新朋友的一些产品 论坛的一些 讨论一些事情 大家在上面留言的这种产品 或者是一些 用户自己生成的一些blogging 部落格 或者是可以产生一些 网文漫画内容 可是是由用户自己去发布的 像这种产品 我们可以用一页给大家 勾诉一下 因为这个我们目前还在 还有蛮多资讯是没有办法 公开的 都还是比较偏向是一对一的来讨论 所以这边特别强调说 如果你有这样子的这种社交类型 或者是论坛 或者是网文漫画类 可以很频繁更新的这些内容的产品 那这其中可能包含 你可以看下面的几张 巨幅档 在内容里面去按摩广告 这些内容是由创作者自己去提供的 或者是说有些短视频 创作者可以自己上传 你是做一个平台 让创作者去上传他的短影片 或者是可以在上面留言 在上面问问题 或者像Twitter这种 都是由用户自己去产生内容的 那如果你日用户有超过三万吧 三万 你每天的平均用户有超过三万的话 因为目前这个还是有一些小小的门槛 但后面会慢慢开放 你可以扫码 然后我们可以来联系一下 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如何去实施 所谓的内容映射方案 这个内容映射方案就可以让 透过Google AdMob所提供的几个 几个UIL Content UIL的Function 可以让我们更加的去 系统更加的去了解到说 你的内容大概是属于什么内容 那我们可以有更高效的一个方式 提供最适当的广告内容 提供给你的产品里面 去做一个更加更好用户体验 跟更好用户targeting的这个广告的曝光 跟投放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类型的产品 你也有广告变现的需求 超过这样子三万的日记活用户的门槛 我们可以私下来做联系 扫码与我联络这样子 可能可以留个言 就说你是从哪里得知这个讯息 然后你是对于哪一个 对于社交类型的产品 可能有兴趣讨论 这样我们可能可以比较知道说 在接洽的过程当中会比较明确一些 然后第二个领域的话 我们可以提一下 网文应用的内容出海 其实我们刚刚 这也是在目前 在Great China这边 其实是蛮火烫的一个内容 可能不管在Google Play 在广告买量这边 其实都以接下来都会有一连串的活动 来针对这个网文内容类的应用 如何去出海 为什么会大家都 我们认为这是比较火烫的 因为从就算只是单从广告变现的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年增长的一个趋势 2021年 就是2021到20 或者对不起 应该是说从去年的5月到今年的4月 这之间的同年的 跟前一年的去做比较 Overall 其实已经可以看到30%到100%的 Yer over year增长 也就是说这单就从广告变现的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类品类的开发者 他所赚的广告收入 已经可以比之前多了30到100% 或甚至是有越来越多的开发者 往这个领域来埋进 那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是来自日韩跟美国 他们这边可以看到 不管在插屏 激励视频广告 或者是原生 开屏等等 这些都会具有一个很好很高效的一个 牵制曝光单价跟成效 那这些开发者 这些目前这个领域 还是以插屏广告为大众 那搭配着激励视频广告一起来 已经占了整体收入的一半以上了 那可是呢 他们相对来讲从成长幅度来讲是比较稳定的 我们看到在这个领域的机会 其实是可以去做开屏广告 因为开屏广告是一个全新的广告版位 你可以直接解锁一个新的位置 然后它也有很好超过200%的ECPM的growth 也是目前它的版位价值还在继续提升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类型的产品 记得去使用一个开屏 它可以带来一个额外的增长收入 而且也可以搭到这一个 ECPM增长的顺风车 那另外就是说在广告收入的增长上面 你可以考虑原本的激励视频 搭配着新的一个格式叫做 差页性的激励视频 那这个等一下我会介绍什么 是差页式的激励视频 差页式的激励视频 就是相较于原本的激励视频 广告的弹出会更加的主动 因为原本的激励视频 是由用户自己去选择 要不要看广告 而差页式激励视频 是由你们的应用弹跳出视窗 然后让用户 省去了他自己去点选看广告的选项 而是说直接推播广告给他 那当然他也可以随时去取消 可是相对来讲 这种格式是更加主动 更加具有impression的曝光数量 他的conversion rate 就会比原本我们讲的rewarding 回来的更高 所以这几个 tips 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另外我们就是从小说漫画 就从网文类 阅读类这一块来细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overall来讲 小说品类里面的广告收入 他就是整个领域里面最高的 他占有40%的广告变协收入的年增长 那漫画类别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他有一些内容 可能在这之间有受到一些政策上面的影响 或者是我刚刚提到的 他有些内容 会需要透过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类似像社交啊 社交产品里面的内容映射 这样子的工具 来搭配的 那像这样子我们可以讲 虽然像这样 因为一些外在的因素 导致他广告收入可能有点下滑 可是其实版位本身的价值是 是持续在提升的 也就是版位价值是有30%的 ECPM的年增长 那另外也可以参考的像是 我们也常见的像翻译工具啊 宗教文本这些 他们也都是具有 收入跟ECPM增长的一个幅度 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维度 是看展示率跟ECPM的一个比较 那Bubble Size是属于广告版为量 所以在这边我们想要着重的是什么 就是展示率高 展示率高代表 这种类型的产品 它有很好的位置去放置广告 那用户的接受度也高 所以展示率就会高了 那小说就是其中的一块 它会有很多好的位置可以放广告 其实用户也是可以接受他们 更加的有接受度 然后更加的容易触及到用户的这种品类 那有声读物跟播放器这一块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的展示率也还不错 超过60% 也是一个适合放广告的 用户接受度高的一个产品 产业别 那同时它具有其实是最高的ECPM 所以如果说大家有一些好的内容 除了做小说以外 可以考虑说 在里面加上一些有声读物的一些功能 不只用看的也可以用听的 其实也可以搭上这个 繁威价值的一个顺风车 那接下来就是大家可能更关注的工具跟应用的概括 工具跟应用 在这边工具跟应用我们大概分四个项目 第一个是 资品类怎么去看 变现成效 我们介绍一下广告的格式 以及整体的流量管理 这是现在比较tricky的一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其实前阵之前可能我遇到的一些工具类的开发者 比较多会在于大概在半年多前吧 或甚至半年到一年前 很多人开始在试过一些下载器啊 甚至在一年前呢 会有一些做网路VPN相关的 那或者是档案的这个转化转换器等等 那 那其实像这一块来讲的话 我们想要把它聚焦在另外一个项目啦 我们就是今天不特别去看性能提升或基础管理的这两种品项 第一个是市场保和度也相对比较高 第二个是 政策风险也比较大 那我们跟买量团队一起讨论 看一些很多数据的比对 我们认为在生活品质类以及居家助手类 会是工具类开发者可以 考虑跟尝试往这个方向去转眼的 那这其中当然我们可能包含的像是一些闹钟类啊 或者是计时器类啊 或者是计算机啊 或者是单位转换器啊 一些量测工具 那还有一些像是screen casting 尤其是现在很多智能家电 我们需要把小的手机屏幕投影上去 在不用线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做 以及一些barcode scanner 尤其是在现在大家出入 可能都需要有一些记录的情况下 不管是文件的scanner 或者是barcode scanner 其实都是一个就是越来越多人在使用 然后可是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的一个方向 还有remote controller 那如果我们从变现趋势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这里面的 广告收入增长最大 跟ecpn增长最大的 其实是barcode scanner barcode scanner在里面 在这两块这两个指标上面都是正成长 也就是说它的驱动栏 它的广告收入占最大的贡献 然后也有很好的ecpn的成效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像是我们刚提到的 几个像是screen casting 然后file convert 档案的转换转换器啊 或者是像是clock闹钟等等的 好这些这些类别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ecpn跟板位价值 ecpn其实可以把它理解到板位价值 其实是有 是板位价值是有在增长的没有错 可是有时候你会看到虽然说它板位价值增长 可是收入上面好像属于一个负成长 最主要其实就是不了解政策 或者是做了一些违规的事项 另外就是在买量上面或者是在用户管理上 或甚至有些是在广告实施上面太激进了 造成流量管理有一些风险 然后影响整体的收益跟整体的填充 所以这都是需要注意的一个事项 那如果我们从这个展示率跟曝光来看 就是一些x factor的角度来看 我们看红色框框的这个部分 红色框框特别拉出来 代表说像这些的bubble的这个圈圈的大小 其实并没有像system management 或者是web browser network connectivity这么高 最主要就是说 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它的竞争度 这个小类别这个类别的竞争性 没有像其他的这么强 所以它是可以 蛮可以入手 蛮可以入场的一些一些领域 就是说你入场了 其实它并没有太大的竞争 竞争对手有 但是没有这么的这么的庞大 那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像是barcode scanner 它或者是我们讲的一般的scanner 文件scanner 它具有很好的eCPM跟展示率 所以overall来讲 它算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产品 那计算机类别 你可以想像它虽然说eCPM 其实没有很高 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们比较多是在banner的条件下 可是我是建议说如果有望 想要往这个方向去做 不一定只是单做计算机 它或者是这个单位的转换器 它可以做一些hybrid 就是两三种不同的方权 去结合在一起 那因为你也知道像这种量测工具 或计算机 比较常见的还是横幅广告为主 那这个单价其实是比较低的 所以它反映在eCPM上面 比较没有这么好 那如果我们可以利用开评广告 或者是利用激励时查页广告的话 来增长它的eCPM 那本身来讲这种类别的广告 用户对于这种类别的产品的广告接受度 其实是非常高的 那另外看到的几个screen casting 量测工具 或是remote controller 这几块 他们的eCPM大概都落在平均值 那它也具有中高阶层的一个展示率 用户接受度也都是高 然后也都有 然后竞争性也比较没有这么的强 所以像这样的条件想给大家参考 如果你们要跳进一些新的品类上面来讲的话 可以从广告变现的趋势 可以从这几个维度 来看看哪些品项 你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 做成一个就是多元的工具类别 不是指不一定要只专注在单一个上面 好那如果从成效 从这个格式的成效上 其实一样是从差评广告是最多的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原生跟横幅 那我们倒认为说像是开评广告跟激励视差页 激励视差页广告这两件事 这两个广告的版位 一个是可以去unlock一些additional 全新的版位 然后也可以去增加你的广告收入 那在ECPN的增长上 App Open开评广告具有 超过50% 将近50%的一个增长值 那在插页激励视频广告里面的广告收入来讲 也已经看到 Union Over Year有600%的一个增长 那这些都是大家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思考的 两个新的一个广告版位 一个具有比较高的ECPN增长 一个具有比较高的收入的增长 那刚刚讲到这个 刚刚我们有讲到激励视频的插页广告 那如果你是做小说内容的话 你大概在哪一些位置上面 可以适合来操作呢 那这一页可能已经有点跳掉 没关系我们先到下一页 我们等下再回来 OK我们先Move到广告格式的概括 第一个就是开屏 那开屏广告我们刚讲解锁新的版位 然后有更好的用户体验 这是我们花了蛮长一段时间 觉得说测试出来的一个广告format 那OK 那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在实施上面 所以其实实施上面的话 也可以跟我们联系 就是说你在实施上面记得 一定是说用户打开你的产品之后呢 你如果开屏还没有 还没有loading成 还没有完全loading 这个广告的素材的之前 你可以先做一个我们讲的自己 自己做的一个开屏 开屏页面 这个开屏页面 作为一个缓冲 当我拿到广告之后 我就上这个广告 开屏广告 也就是图示上面的样式 然后在后面的背景去做这个放在哪里 可是全屏原生的做法就是 它第一个是它是会是在一个信息流里面 让你去黏贴在你的信息流的翻页之间的 然后第二个是你可以自己去设计 我的图要多大 我要开多大的图的板位 我要有多少文字的位置 然后我大概有什么样的 我们讲的板位的ray out 要怎么设计 都是可以自己去做设计的 明白就是它的灵活度更高 对吧灵活度更高 对对对对 可是相对它的单价可能会比 这个差评可能 不能说绝对 可能会比差页稍微低一些些 因为差评里面还会 本身因为它的内容是固定的 所以广告局的投放上面 是是是是是是 可能会有一些试玩的广告啊 或有一些影片的广告啊等等 那另外就是说 它也它也是基于就是很主动的 弹跳出来的一些时间点 那它弹跳的位置会比较多 所以各个有一些好坏 所以我觉得比较大的 还是要看你是什么产品 然后来决定哪一种网网格式 比较适合你 而不是说哦 我看到一个新的格式 我我可能完全不适合做全屏原生 因为我其实是不是不建议 你直接硬塞进去的 所以可以可以后续咨询一下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一些什么 barcode scanner 那目前我们其实就看不到 任何全屏原生的位置 你可能可以放原生 但是你没有任何翻页的动作 或者是信息流的动作 那你你其实还是比较适合放差评广告 明白明白 然后那个就是可能还有两个问题啊 我一个就是说 差评广告的这个点击率 要小于5吗 就是这我不知道方不方便说啊 就是 我没有它一定啊 就是我们基本上 没有绝对的对吧 不是绝对的 没有绝对的对 但我们经验法则来看 就是说你大于5 通常有点高于平均值啊 那这个可能就是你的实施上面有一些问题 然后或者是说你的用户来源有一些问题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也听到一些你的竞争对手 在攻击你们的产品 所以他们就持续的在叮你的广告 然后希望你的你的账户被封掉 就是你没有办法赚到钱 所以我这个5个percent 其实是一个 比较 比较从经验法则来看到的一个基本点 因为我们看到比较多 出问题的 他到回去看他的CTR 可能有些高了10个percent啊 15个percent 其实这都是属于非常异常的状态 那3到5个percent 1到5个percent之间 其实是比较正常见的一个数值 对 然后这块其实也是提醒大家 就是说 因为特别是在你这个数据不够大的时候 就有时候可能突然异常 就是在机器这边 可能也是会判断有问题的 所以大家反正在特别在初期要上的时候 也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点击率的情况 因为有时候确实也不好说 就假的 肯定不是说咱主动性的那个 但是就说如果超过5%了 大家就要提高一些警惕 或者把一些板位先撤下来 就让它整体先去要养一养嘛 就把它培养先上去 对这个可能5这个数也是蛮重要 一个水位线或者警戒线吧 就大家也是注意 对 那我最后这边还 刚刚有一个同学的问题 就是说 他说如果在这个广告被限制展示期间 增加了其他家的变现广告 会影响AdMob广告恢复吗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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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你完全停掉谷歌广告AdMob的请求的话 它会影响你的恢复事件 最主要的逻辑就是说 我们希望在这个流量 就是流量稍作限制的这个情况之下呢 持续的去侦测你们的广告请求 那即便我们这边没有填充给你 但是其实我们也会可以从序号的地方判断出来 你们的用户来源 跟你们的一个用户指标 那我们会慢慢的再去慢慢的再多 再就是说 你请求100次 我们可能会丢个两三四四五次 慢慢的增加这个填充的利率 然后再借由每一次的填充的一个用户的一个质量 或者是他对于这个产品 这个用户广告的使用度 然后再去侦测说 看一下整体的流量 有没有会是比较健康的状态 那你去接其他的联播网一起聚合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也不希望你 因为被受限 所以所有的收入板位都被浪费 但是记得如果你是用 谷歌M-OB的产品去做聚合的话 那在公开竞价 Open Building这个渠道上面 其实是会一起受影响的 所以你是要在瀑布流里面去增加一些其他的广告位 其他广告连播网 然后让他们从瀑布流的方式去设计 就是第一个是他一样可以设计 不会影响 第二个是我们一样可以从你的广告停留里面去侦测 整体流量再恢复到比较正常跟健康的状态 你就可以看到很快速的可以看到慢慢的起量 明白就刚才提的那个就是说 如果在受限的情况下 如果用ATMOB的聚合 就是在应该是说在Bidding的那个状态下 是同时都会受影响的 但是就用物流是可以的是吧 对对对 然后你用上去就是同样增长 你overall的整体的渐充 那同时我们在ATMOB这边也会看到你有持续的请修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诊测继续慢慢的恢复 但如果你直接停止掉对于ATMOB广告的request的请修的话 那其实会对你的这个账户的回复是没有帮助的 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讯号员去继续侦测它 明白对 这个因为受限这个也确实是大家比较多的问题 那反正我就换个角度去理解的话 它也有点像这个谷歌广告的这个学习期 就大家就是它是受限了 但它并还没有说给你判判决嘛 相当于在这个这个怎么说调调研期或者审判期 不是什么不太好听 调研期对 它没有封你号嘛 对对对没有封你号 只是说先透过少量的填充 来保护整个生态系跟保护你的产品 因为有时候你的产品可能会被攻击啊 或者是你被一些错误的买量提到所影响 你可能自己也是很无辜的 所以这是属于一个环中期 我们叫留校查看吧 也不像留校查看 就是一个一个一个怎么叫 一个监测期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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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审核期吧 审查期对吧 也算审查期对不对 所以大家就是有耐心的过对吧 就是它只要你是都是正常的 然后这里面可能有些小技巧 到时候大家也特别交流 然后过了以后 然后它就往这个正常的走了对吧 对这小技巧可以藉由这些这几个项目 可以自己先去做一些判断 对对对 很多人大家可能会问我们 可是其实我们 其实最了解自己产品还是 你还是开发着自己 那这边我们列出了一些practice 其实他们如果每一个项目都有检查 我们看到其实有五成 六成以上的机会 你这边都已经完成的话 六七成以上的机会 就可以很快速三天到七天内恢复的 那如果你这里面都没有去看 都没有去修正整体的产品的话 那就是它它就是会一样的 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受限的状态 所以简单讲就是 这这个这一个这一页的tips 里面已经涵盖了 我们大概三五十个practice 然后其实里面有三四三十几家 其实都已经恢复正常 如果照着这个流程去做的话 所以自己可以先评估一下 然后自己的问题大概自己在哪里 对那这一页就很重要 也是大家帮助大家去自查 对吧自查 然后尽快的过这个 这个流量受限的这样一个时期 对对对对 好好好 非常感谢Jeremy的介绍 包括我们后面也有沟通了一下 那从我们那个安排的流程这边的话 可能我们还有一个抽奖 就Jeremy可能问一个问题 就咱们今天交流沟通里面 你觉得就是大家对大家比较重要的 咱们问一个问题 然后在答对的这个同学里面 咱们抽一个同学可以领红包 对对对 哦我现在问吗 哦对对对可以可以 好 对不起因为之前没有人告诉我 不知道准备问题 没事我们都是灵活的对我们都是随机灵活的对 好就是我可以问一下就是说 假如你这边有在有事在做社交类型 然后或者是用户论坛类型或者是 这些你的产品你是属于一个平台 然后里面内容是由用户自己上传上传的 那像你如果这种产品你能不能使用 那地方我们去做变线 那可以吗 这个能看到大家有不同的这个方向是吧 有不同的方向 好的看那个呃 就是你看有没有答对的同学然后在里头咱们可以抽一个人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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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答案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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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但是你说可以但是还是需要 嗯 那怎么讲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嘛 就是要一对一的跟我们稍微咨询一下 但是overall是可以 然后需要去和大陪一些一些新的产品 一些新的产品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从回答可以的来抽吧 我觉得要不就给汤姆吧 汤姆说白名单我觉得这个逻辑应该是对的是吧 是那个应该算白名单吗 嗯 嗯 邏輯可以这样说 但是不是叫白 也不能叫 也不能完全叫白名单 但他就是有 对 我觉得汤姆OK 因为就是白名单的白名单的概念 就是要明白明白 嗯 对就是第一步就是先跟我们先咨询 要先跟我们先沟通一下 我们帮你去判断一下 顺察一下 就不是说百分之百都可以 然后有一些可能有一些位置可以做 有一些内容可能不能做 那再来说如果要做的话 他也需要去adopt 就是一些通过一些新的功能 来去做实施 对 反正应该算可以 对对 明白 对对对 其他的回答应该讲比较 他是比较符合的 对对对 可能更符合这个流程要求对吧 好那恭喜汤姆 恭喜汤姆对 一看也是老司机了 对 好 感谢感谢 那再次感谢Jerry 对感谢感谢 好 OK好 谢谢 拜拜 拜拜